美军频频出囚。 弹药箱落地散落在学校。 2018年5月19日。 检举。 最近美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异样猖狂,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叙利亚作恶多端,美韩联军半岛酝酿演习,还加紧挑唆乌克兰轰炸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 其唯恐天下不乱的丑陋嘴脸可谓是人人喊打。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外部的反击还未到国内的报应就来了。 5月18日有媒体爆出,近日美国一架军用直升机上又惹祸了。 当地时间5月17日15时45分,该直升机在美国本土的德克萨斯州进行飞行训练时,机枪弹药箱脱落不慎砸穿了该州埃尔帕所小学一间校舍屋顶,弹药箱落地之后散落出将近100发子弹。 直升机隶属的布利斯堡军事基地航空兵部队指挥官霍普金斯表示歉意,并称当地警方已将弹药箱转交军方。 据悉,布利斯堡基地正在进行事故调查并将更改飞行线路。 军用直升机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利器,这次却成了美国师生头上的利剑。 目前的美国空军且不要说包家卫国,简直是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 其最近跟中邪一般,频频出囚。 5月4日一架C-130运输机计划,飞抵戴维斯蒙比空军基地时突遇机械故障,在乔治亚州萨凡那机场发生坠机事故,9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据悉,这架运输机隶属于空军国民警卫队,而这遇难的9人都是飞行战斗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 而这次的事故主体C-130运输机同样身经百战。 这是一款中型多用途运输机,1951年开始研制1956年装备到军队中,迄今为止是美国服役时间最长生产量最多的运输机,保守估计也有2000架。 作为美国空中运输力量的核心,其参与了美军的许多战士,在冰原运输物资投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恰恰是这样一架战弓赫赫的直升机,葬送了9名美军飞行精英。 事件背后暴露出的人员管理松懈、机械设备劳化等问题更加突出。 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过去的一个月,美空军在全球各地就发生了8起重大事故,共造成了25名士兵死亡。 战机事故的频发使美军飞行员大量损失,而优秀飞行员的减少则又反过来加剧了战机事故。 如此恶性循环下,美空军的现状使飞行员严重不满边,缺口至少在1500人。 特朗普一方面高呼要拿出7000亿美元实现军事优先,另一方面又尴尬的命令空军,可召回退役飞行员继续为国效力。 如此多的军费还是很难堵住美军目前的窘状。 这段时间美军对外频繁用兵,不管是动武还是秀肌肉,其装备和士兵一直在高负荷下运转,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包括空军在内的各类兵种事故频发。 由此看出,整日耀武扬威的美军只不过是一层纸糊的老虎。 不谋求专心发展自己而是极尽所能的在全球搞事,再庞大的军队资源也会捉襟见肘。 强大的国防实力不是嘚瑟的资本,众多的飞行事故该让特朗普清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